拒绝麻木跟从 坚持圣经公义 这是激进改革派基督徒节目 门徒公义 讲到题目 领袖与原生家庭有何关系呢 如果大家想挑战自己听到的内声 你可以听一听 你会发觉 其实他大部分说的东西 和圣经基本上没什么关系 经文是讲《事诗记》第九章 讲亚比米勒把他的兄弟摔倒 即是基典的儿子 后来亚比米勒 他一个死亡的兄弟就座 然后他就死了 即是黄天击杀 不是 他被一个女人击杀 哈哈哈哈哈哈 很搞笑的 由大个心理学来做开头 心理学家Ericsson 讲这个心理发展的八个阶段 八个阶段里面他只收拾三个 用这三个就尝试去演化原生家庭影响 接着一跳 跳到两个家族就比较了 就是说美国两个家族 一个叫做爱德华家族 Jonathan Edwards 他们八代的结果 另外一个叫做尤克斯家族 麦珠玉 简单来说就是有基督教信仰的家庭 和无神论的家庭 由基督教的家庭 基本上他们八代的人 就全部都很成功 很显黑了 那这个尤克斯家族 即是无神论的人 他们是流氓 罪犯 杀人犯 走徒 小偷 妓女 很多人都坐牢 好了 在说原生家庭 这两个点抛出来都是有点关系 对啊 突然间话锋一转 四十八国学者呼吁美国秉气冷战思维 什么来的 如果一堂道正正常常理 这样说下去 即是说原生家庭 其实是无可可悔的 但是这个基本上就是说 四十八国 他刻意召唤一个叫做John Rose John Rose就是一个英国学者 他现在是这个中国人民大学 从洋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院 那这个人呢 是有朵的 那个朵叫做羊毛 或者叫做羊字毛 John Rose就说美国是唯一一个 在过去几十年里面 就是发动了一个大规模战争的国家 这班人呢 就要求美国呢 摒弃冷静思维 要和中共对话 那和他说的那一篇有什么关系啊 不就是咯 就是没关系 完全没关系的 是啊 完全没有的 那么多关系都弄不上的 哈哈哈哈 林承信也有些东西说过 他说补充了 美国是1776年立国 他二百多年 二百二十年都在打仗 只有二十二年没有战争 他就在港道里面批评美国霸权 又批评蓬佩奥 真的够胆啊 他说高颂中国的所谓伟大的贡献 他说美国是基督教立国 那我们呢 要推广一个基督教的思想 所以呢 我们要带着这种精神 就要冲出去 那他说这些就是霸权了 林承信好像是基督徒 哈哈 是啊 其实他说这四十八国 他最重要的就是说中国有多伟大 做了多少 然后这些西方的学者就是说 美国有多不堪 那他还说到其中一个人呢 就说呢 美国有几多万个核弹头 中国得过跌跌跌 那么中国怎么称霸呢 他是没有能力称霸 不等于他不想称霸 那跟他说的思思记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完全没有啊 到现在是 到这一刻里面是完全没有入思思记 哈哈哈哈 是赤字未提 没错 之后呢 开始针对特朗普的家族了 Mary L.Trump 他就出了一本书 刚刚好像七月头出的 这本书呢 就叫做 Too Much and Never Enough How My Family Create The World Most Dangerous Man 那个对象就是针对Donald Trump 那Mary Trump的爸爸 就是Donald Trump的哥哥 那因为他不想承接这个家族生意呢 那他走去开飞机呢 那他老爸就很不喜欢他 因为他可能不让家人喜欢 就屈屈寡欢 42岁就死了 那林承逊就说那本书里面写到 特朗普在他哥哥死的时候呢 我不去看啊 我去看一场戏啊 好了 那大家可以去上一个叫做Buzz Orange的网站呢 中文叫做布缴 有一个专栏作者叫做盧亚兰呢 根据他写的资料呢 他说整个家族在Mary Trump的爸爸 即是Donald Trump的哥哥要死的时候 只有Donald Trump一个人去看他 接着就说不好意思啊 我赶着要去看电影 就走了 咦 那跟林承逊的说法是什么呢 林承逊的原文就说 特朗普宁愿去看电影 都不去看他林忠的哥哥 那完全相反啊 好了 那接着呢 我在英文里面就找到 他说 We see family members gather at the house but not at the hospital the day of his death 这个his death就是Mary Trump的爸爸 We see Donald live to go to a movie 那就是说 可能就是这个劳亚兰社呢 就是见到Donald 就是离开医院to a movie了 就是说只有他一个人去探他哥哥了 我不知道这个林承逊在哪里去探一些 说他是不肯去探他哥哥 宁愿他看电影也不肯去探他哥哥的东西 其实他说到这里 就基本上就是说 Donald Trump有多么不好 有多么衰 有多么衰 接着呢 由美国有多么衰 好了 来到这里终于进入正题了 好 正题就是士思记的第九章 基电的失败 因为基电骄傲 他就说基电就没有教好自己的儿子 带出信徒就要不贪财 要婚姻圣洁 又要管理好家庭 接着就说 有其父必有其子 所以阿比米勒就怎么学坏了 来到这里 说阿比米勒产生大家的矛盾的时候 突然就骂香港了 无端端说本地大爆发 但我转辞会在哪里 说一说阿比米勒 为什么无端端在香港 重点就是他要骂什么 这个联系你不需要去想 接着你看他骂什么 他说 这个武汉肺炎的第三波在香港爆发 中国派人来香港帮忙 大家中港关系血浓于水 没理由香港竟然有人要这班人 要注册的嘛 觉得要豁免 这些支援不需要注册 你一个医疗系统 如果非专业人去做的时候 入乡随俗 我相信这个 不要说是神的教导 是不是 他怎么可以 因为一句血浓于水的时候 就完全不去理香港人的安全 是不是 亂来的 为什么林诚信在那里会说这件事呢 你有没有发觉他在那里护主 当然 对吧 他后面会更加明显的 好了 接着他就继续说阿比米勒 原来还有 还有 还有没有 说完阿比米勒 终于被神击杀他了 接着他又说了一些原生家庭的东西 他招了奶 好像似乎 接着 话锋一转 他最近看了一本书 《任正非正传》 歌功仲德勇 任正非 任正非 其实是华为的创办人 他就说 华为啊 你知不知道 多威啊 他说五支 带领世界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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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歌中了华为声 他真的这么说吗 Exactly 你听到 就是这么说的 那他说呢 任正非的父母 就对他的栽培 令到任正非的人 就学会了不自私 好了 他的不自私 所以呢 他在华为占的股份很少的 大部分股份就给了同事 我想问两位 你们有没有听过 什么叫同股不同权啊 很复杂啊 这件事 算了 我不在这里解释了 总之 他林胜信说的东西 全部都是 不是这样的 大哥 你看看任正非 多有话事权 他说全世界都会怕了华为呢 大家看新闻 不要听林胜信说的 完任正非 接着再多一个 就是这个 Robert Schiller 的父子孙 水晶工大教堂 美国听过没有 听过 很出名 权能时间听过没有 听过 其实Robert Schiller 就是成功神课里面 非常重要的人物 这个Robert Schiller 的港道 他的信息是 刻意避免 譴责世人的罪 是不是跟他们很相似 总之 这些字眼我们不要说 我们要和諧 信耶稣得水牛 那些朋友 哈哈哈 接着他还很开心地说到 这个家族的人 有来和我们 港福堂行有交流 我们获一笔钱 但颇惨 虽然颇惨 他们依然是坚持这个教会的 OK 就是Robert Schiller的时候 搞到很厉害 很铺张 全世界最贵的教堂 水晶教堂 后来 破产 接着就被 一个天主教的机构 卖了 那林胜信就很开心 他们来过港福堂 是啊 哦 OK 那林胜信 来到这里 好难停 终于去到结束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好了 结束是说什么呢 结束就是 我们中国在疫情 做得很好 你看现在 已经不是1949年的中国 求神 给这个国家 成为一个建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国崛起 然后给这个国家 可以去帮助世人 但这些又是跟 事司机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接着呢 他说 我们中国 很讲这个 里尔廉耻 中华文化 又讲里尔廉耻 中华文化 现在的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 是说马克思的嘛 大利尔 是无神论的嘛 是呀 那林胜信 整堂道 如果你有听 其实呢 他一直在做两个对比 美国就是这么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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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就是这么好 你就要去推揚中国了 美国是基督教立国 还是中共是基督教立国呢 美国 大家都知道 很清楚了 他很多时候 谴责你 那些人都不当人命是命 大家觉得 美国会比较重视人命 还是中共会比较重视人命呢 真的不用问 一定是 不用问 真的 好了 到底林胜信是什么的逻辑呢 我觉得很有趣 林胜信整堂讲到 第一第二部分 跟信仰无关 跟神无关 第三部分 杀出一个 完完全全 跟一个题目都来提的 48个 叫美国放弃冷战思维 这个怎么会是一个港台里面 叫信众去敬畏神的一个港道 很快就讲了阿比米勒 讲了少少圣经 接着就讲特朗普的家 接着就讲过任正非 追求任正非之前 他就先说华为 最后就公然推销成功神学 最后最后就是 都是要大角掘起来讲的东西 哇 真的 小粉红 但是整堂到 跟这个叫做 领袖与原生家庭 你来到这里就开始拋穿头了 我又一开始就拋穿头了 我又一开始就拋穿头了 听完这堂林胜信的道 我总结了三个领袖出来 有什么领袖 第一个领袖 林胜信是被逼读一篇 已经写好了统一口径的广稿 是的 即是中共大外宣的广稿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因为第一 他无端端加插了一个四十八国 那件事基本上就是 踩美国 踩入蓬佩奥 跟原生家庭都没关系 完全没关系 但在那个过程里 他又讲一下王毅怎么说 中国有多好 跟信仰没关系 跟他的题目来提 他的家插是不是被逼呢 当然了 你站在崇拜港台上正道 你当然要塞一些圣经内容下去 第二个领袖就是 林胜信要改名了 不要叫林胜信了 叫就没有胜信了 当他经常去贬义美国的时候 经常去歌颂中国的时候 请你想想中共的底子是什么 是共产党 是马列主义 是无神论 不是极权 不是示人命如困土 是吗 你想想当初他是怎么去对待李文亮医生 无论以往 无论现在 血迹斑斑 对啊 中共怎么饿死人民 大悦进的时候 大家有眼看 有历史 我们去看美国 美国当然也不是完美的 因为人也不完美 我们也看到他们奴役黑楼 但是 是美国的总统是解放黑楼的 不是黑楼是解放黑楼的 是林肯 美国最初立国的那群人 写他们美国宪法的人 90%是基督徒 是啊 你林成信拿两个原生家庭 爱德华 是啊 爱德华 哈哈 其实你去套这件事 你在这里是自打嘴巴的 是啊 是背道而驰的 大哥 你精神崩裂了 最后我就得出第三个结论 林成信 是要向中共表忠 是啊 这么简单 OK 成堂道说完了 无论他的题目是什么都好 都是表扬中共 都是向中共表忠 OK 他放什么经文都没意思 好 因为整件事 基本上就不是他要说的东西 那大家可以去想象到 现在到底 站在港福堂的港台里的东西 说什么 拒绝麻木跟从 坚持圣经公义 这个是激进改革派基督徒节目 门徒公义